快乐狗狗屏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丹 98.3 快乐佩鹅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邦 现在时间十八点整 享受快乐分享爱 欢迎收听安妮的 愿来愿有情 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 每周六下午六点到七点 敬请的节目 爱妮的越来越有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爱妮 欢迎你收听 爱妮的越来越有情 上个礼拜我们是美术馆的 三十周年的一个直播 我们请了馆长来 那这个礼拜呢 我们请的就是百年的 设施百年 我们请到的是 高雄历史博物馆馆长 李文桓 李文桓 跟听众朋友 现场的观众朋友 一起问候 安妮 各位听众 大家晚安 我是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馆 李文桓 很高兴能够来上 安妮的节目 谢谢馆长 馆长很客气了 因为我们知道馆长 刚刚还有一个很精彩的行程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今天是我们小港龙湖庙 他的大事业的祭典的第一天 然后今天 因为他通过了我们市府的 无形化资产的认证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仪式的开始 我们就请我们局里面的副局长 来正式给他颁语 无形化资产的一个认证 非常热闹 对我们在讲无形文化资产 这个可不可以跟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 形容一下什么样的状况才叫无形文化资产 无形文化资产就是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切 只要他具有传统历史 或是有重要的稀有性的文化 他保留了够久 够完整的话都极有可能被认证为无形化资产 那他有一些分类 比如说今天的小港龙湖庙 他就是一种民俗 传统民俗 对那其中那个大事业 他是用纸扎的高达五公 五点二公尺高的一尊纸扎的大事业 全台我看最大的 那个一个纸扎的艺术 那是传统工艺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那今天所扎的那个大事业 其实就是也是我们 也是我们刚刚是无形化资产的保存者 叫陈志良道士 他的作品 所以这个AI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无形化资产 这件事情的珍贵 对 那AI完全是 现在有所谓的3D列印 还是不行 用3D列印 陈志良道长的时候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很坚持 每一个纸扎 他是用手工 纯手工去做出来 所以他一定是每年长得不太一样 一定有他那一年的一个发想 那有传人吗 有传承 有传承下去 有他的小孩 我们听了很高兴 他的小孩已经开始学了好几年 而且今天他的小孩也有来现场 来跟他的父亲学习传承 所以这个传承也不一定是父传子 有时候只要有兴趣的民众 都可以去接受我们情况资产的一个培养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这个一段时间 他需要时间的积累 对 那还有兴趣 对 还有耐性 这个没有三两三是不能上两三 是是是 那我们在讲 这个先讲馆长本人 因为他有出一本书 那他那本书在记录的高雄的一个演变时 我们可以讲 就馆长你自己介绍 你自己为什么会去着手写了这本记录书 其实我的书不止一本 那可能刚刚系列的书 不好意思 有点小王麦瓜 不会不会 坐这个位置 要讲历史就像讲故事一样 是非常重要的 是因为其实我是成大历史学的博士 那在读博士班的时候 2002年 我本来是研究经济史 那对 经济史 经济跟历史 其实一个城市的发展 经济很重要对不对 当然当然 有机会再跟各位听众 跟安妮分享 好我们再讲一下 那后来是在有一个机缘 我的指导教授 带我去跟建筑系 做一个合作 就是有关文化资产的一个调查 因为我们台湾的文化资产 大概是在2002年那个时候 才开始高度被重视 那我刚好有机会参与 算是21世纪的第一波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做我们高雄的地方文史的调查 其实我的背景是这样来的 后来这样的一个地方研究 就成为我的主要的研究的重心 会很辛苦吗 我觉得很有趣 真的 因为比起金句石我觉得后来更有趣 觉得更有趣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你做地方文史 你一定要深入了解那块土地的空间 地景人物种种 而且早期因为统治者对地方的记录非常的少 然后我们长明社会 我们都很客气 也不太愿意说 不是说不愿意 就是我们东西不重要 一般长明大众就觉得说 这个不重要 不值得记录 或是说有记录了 久了就把它丢掉 或是隔了几个年代以后就丢掉 都是这种情形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要深入地方去认识很多人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乐趣 所以有很多地方的朋友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我在高师大也开了有关文化资产的课 然后最重要的研究就是我们高雄 所以假如说比较有系统性来讨论的话 来介绍的话 比如说哈马兴这本书 哈马兴这本书 其实讨论的就是我们高雄市的一个源头 其实我们高雄市 它的历史的发展 就是从哈马兴港口这边发展起来的 那后来因为做这本 写这本书的时候 一定会讨论到周边的一些相关的地景 或是建筑或是种种的历史 比如说我们就会描述到早期的 有一座公园叫打狗公园 然后后来他们都发局 我们市府的都发局 就觉得打狗公园是什么 因为这跟他们的都市计划有关系 他就说啊不然李老师 你就帮我们再研究一下 后来就去研究 打狗公园其实就是我们的寿山公园 所以后来又出了一本书叫做打狗公园野望 就是谈寿山的历史 然后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 又会涉及到岩城 所以后来文化局又让我们 又托李老师 对我们又去做了岩城的整体的研究 所以我们后来几年前写了一本 就是岩城的历史 叫高雄第一盛场 沙卡尼饭 沙卡尼饭我不知道安妮有听过吗 有听过但是想不起来 但是常常会沙卡尼饭好像 大家要摸摸一个地方 公园路那里 就以前那边有很多摊饭小吃 我印象中很有名就是那个棺材板 所以我第一次吃到那种东西 原来沙卡尼饭就跟棺材板就结合在 那是吃的 其实想起来应该是好像是用吐司吧 去做某一些变化 对那所以沙卡尼饭它真正是什么 其实沙卡尼饭我们台湾把它演化 变成小吃啊夜市的那种集中的 一个热闹的地方 可是事实上它是日文 日文的沙卡尼饭它的意义就是说 一个就是类似我们闹区的概念 就是一个城市里面 你要提到沙卡尼饭就是它最繁荣的地方 那我们高雄日本时代的 就是岩城 对啦大家应该会知道那个繁华的程度 那时候有外来品都会在这个绝江 这个绝江是战后的事情 绝江是战后的事情 这我画的蛮年轻 不过绝江确实那个地方 日本实在就叫绝江亭 就是这个沿城这个区里面 它有五个小区 那每一个小区就是一个 类似街区的一个组合 那绝江确实是一个亭 然后战后居民没有把这个名字忘记 所以很有意思 我们就把绝江商场就把 一直沿用 那个记忆就转化变成商场的概念 事实上日本实在没有所谓的绝江商场 没有 可是战后我们那些老一辈的 就觉得日本实在 我们这里叫绝江 我要赶一个菜池名 还是商店的名 就叫菜绝江这样 所以有延续性 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一些语言跟地方 跟在日本那个时期在战前 其实它沿用到战后 对对对 包括哈马星就很典型 哈马星其实它就是南 以现在的行政辖区就是南古山 古山的南边 一个小区而已 它并没有构成行政辖区 可是住在这里的人就始终觉得 我们这里叫做哈马星 那为什么叫哈马星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日本时代 在1900年把纵冠写铁路拉到这个地方 然后因为腹地不够 又在1906年完成第一块哈马星的填海造路的世界区 哈马星完全是填海造路做出来的 那第一块土地 那上面所铺设的那条铁路就叫做哈马星 日文认为称为叫哈马星 哈马星汉字写成叫冰线 海冰的冰 铁道线的线就是靠海边的一条铁路线 那这一条铁路线哈马星 日本人走了 我们的长辈还是把那个语音记下来 转译变成叫哈马星 是这样来的 所以听众朋友们觉得今天就是听故事就好了 今天好轻松 我也觉得听故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 才会能够从馆长的口中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涉事百年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在发达 即便我们说用手机滑打狗之后 再往前 可是它的每一个区块的行政区 或者是不构成行政区块的点点 以及它发展 我们就没有那么细算之道 当然了 大家就只是稍微的去理解那个大方向 对 那但是透过了馆长你写的这几本书 你觉得你一直去从经济的部分 然后到历史 然后去探旧 我们再变成了现在的时播馆 让我们去看到的民众 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心境转备 就像我们以前看历史是属于那种 人家说的我们就读嘛就记 可是你是一个深入里面 然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期老 他讲的这些事情 然后再转换这些过程 甚至还有些是他们不知道 因为你去挖掘嘛 然后他们去拼凑起来 像这件事情对你 未来包括现在在馆长里面 做这个任务当中 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我们时播馆是保存 我们城市记忆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当然我之所以会来接这个任务 当然就是要把我所学 不管是透过展示 或是透过活动 或是透过演讲 各方面把它 把这样我们认为 大概不会有偏颇的一个历史的内容 把它推广出去 那当然也很欢迎各位听众来我们时播 因为有时候可能透过网路 你看到的都是比较片面的 没错 因为真的是这样 因为大家就会去看的人 去拍他爱看的嘛 对对对 那并不一定代表你是 你学的这个是好 你可能喜欢看别的 对 因为比如我们时播又有所谓的走读的活动 包括进入学校 包括会跟一些医业合作来做这种走读的工作 其实用意都是在推广 就是说不管是在地的市民 或是外来观光客对我们高雄历史的一个认识 其实我们高雄历史是很丰富的 那之所以以前有一些偏颇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有系统性的把它做研究跟整理 所以他们不了解总是会以而传而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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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确实高雄比较年轻啦 它今年刚好满一百年 一百年 对那一百年以一座城市来讲算是年轻的 是啊 算年轻 那如果我们比照一下 像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的发展 它的元素是不是可以再会有其他的 透过石博馆里面去延伸出来 它更有创新的一个发展状态 石博馆基本上对城市的发展 是一种无形的影响 就是对它的城市个性 某个层面的一个协助跟丰富 那就我的角度来看 城市发展主要的动力 还是来自于产业跟经济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面向 要讲的话大概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亚湾也就是 爱河这一块的经济发展 现在大家都朝着亚湾这个金融的发展在这里 也不谋何馆长您所讲的这些 因为亚湾那个地方到爱河口 爱河湾这个地方 其实以前就是日本到所谓的柏尔以及一号码头 澎海港区邵船头 哈马兴这一带的码头 其实是日本时代新建的 所以它已经有超过一百年了 原则上这些腹地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超过一百年 因为我们的竹岗是从一九 要认真讲严谨的讲 应该是一九零四年就开始做了 然后大规模以后 大规模推动公共建设是一九零八年 一直做做做到日本人战败离开 所以它的规模大概来到今天的十八号码头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些本来都是以前日本时代很重要的商轮 货轮进出 然后有很多商品物流在那边流动的一个国际贸易的平台 战后也是这样子 一直到其实要到二零零二年 就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地方才开始脱胎换骨 因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从一九九零年代以后 这些传统的码头它没落闲置 因为新的码头变成用货柜花 或是结合一些机械的东西 所以这种日本二十世纪初建的码头 它变成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市府也开始积极的想办法 要怎么样把这些闲置空间脱胎换骨 那经过二十年努力 就是今天各位看到的风貌 我是蛮佩服的 对也就是说这个算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规划 然后还在进步当中 所以前人种树后人成两 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对于史博馆 这个记忆的地点不强 是是我忘了介绍 自我推销一下 我们史博馆就在刚刚讲的 Sakalipa的那个最核心的地方 Sakalipa其实沿城区最虚花 我们说虚花 虚花的一条阁楼 七弦路 五福路 跟新乐街 这几条就是Sakalipa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 以前最热闹的地方 现在其实也很有特色 很有特色 那我们史博是他第一个他在1939年新建出来 他的使命就是作为高雄市役所 高雄市役所就是高雄市政府 所以第一代的市政府是在哈马仙 我们是第二代的市政府 然后到了战后我们也是当市政府 所以也就是说史博在哪里就是前高雄市政府所在地 哎呀搜寻一下就了解好 这样很简单的 那接下来这个馆长要推荐一首歌曲叫奉献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让大家欣赏一下 奉献就是心甘健安 心甘健安 毫无勉强 就是我们这次请在心甘健安 毫无勉强 像我今天来受访 毫无勉强心甘健安 对对对 我意思是说其实我刚才说了 我做我个人对高雄的研究 我真的是心甘健安 毫无牵强 就是我做责任的一件事情是开心的 也不是责任 不是责任 对他就是一种开心的工作 OK 所以我觉得很幸运 我有这样的一个工作 而且还来到使博馆任职 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来听这首 由李馆长所推荐的这首 苏雷所唱的好听歌曲奉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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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檢察官 你涉嫌洗錢 我要監管你的丈夫 你千萬不能跟別人說 不然違反偵察不公開 你會競選手啊哦 別再騙啦 近來檢察官不愛我的帳號 也不派人來收錢 我要卡給165查證 也要卡110報警 這是檢報局 你的檢報卡控投用了哦 我們要對一下你的資料哦 別再騙啦 要在口租到密碼 這都是這港片的 要卡165查清楚哦 手機早騙摸摸摸是 千萬不能讓騙去哦 我們是可愛的路風中 生著事故 有水灘馬爽 嘿 大家好 我是人看人哄樂 幾寬幾寬都會幾寬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不管你是國賓的路朋友 還是國賓的歐巴 現在開始 我們大家都有機會 做到這個國賓法官 跟這個法官拿到人 做回來心伴 邀請你現在 做回來做國賓法官 讓我們的思法越來越好 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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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廣告由司法院提供 快樂愛台灣 什麼人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什麼人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節目再次回到愛妮的 越來越友情 進行的單元是 為愛朗讀 我是愛妮 每個人心裡面 一母甜 每個人心裡面 每個人心裡的 一個夢 一顆呀 一顆種子 是我心裡的牧田 每個人心裡 每个人心里一个 一个梦 一颗牙一颗种子 是我心里的一幕天 用它来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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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种里种春风 开尽离花 开尽离花 春又来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套种礼种春风 用它来种什么 用它来种什么 种套种礼种春风 开尽离花 春又难 那是我心里一幕一幕天 那是我心里一个 五心一幕 听着朋友第二阶段为爱朗读 我在想这个一开始大家听到了梦田 从奉献之后到梦田 这个梦田的音乐也是我们馆长推荐 馆长讲一下为什么推荐梦田 梦田的作词者叫三毛 是 那三毛的赏文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阅读的 不是只有馆长 是很多人到现在都还会以他的文学 看到他的路径 对 那最主要这首梦田 他的歌词显得太好了 而且很符合我们历史学对人 人类的界定 人类其实是一种虚实共构的一个生物 那梦田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人的除了这个肉体之外 我们的脑袋里面其实是你拨下那个梦的种子的话 你可以发展出很多无限的空间 你可以种桃种礼种春风 你也可以很积极 你也可以享受当下 所以我觉得三毛这首歌把人类的特质描述的 非常的到位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而且整个曲啊听起来非常舒服 即便到是现在21世纪这么科技 大家觉得心目中的那个我们讲愿景啊 或是你只想让你的梦想 其实也都是那一块钱 对对对对 人类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梦 对 有理想 有梦最漂亮 对对对 那这一次我们设事百年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应该要让所有的听众 朋友看一下 馆长可不可以来几张照片跳的时候 就跟我们大家来讲一下好了 像目前 其实这一张是早期的那一种 龙克船 龙克船 那在19世纪 甚至更早之前 大概台湾跟中国的一个贸易的船子 那像这个是 那叫瘤酸芽 战后 就在我们西施甲旁边 我们国军 因为要生产 希望有更多的瘤酸 所设的一个瘤酸芽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哈马兴的鱼市场 哈马兴是我们高雄市 历史的源头 也是最早的一座远洋鱼港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我们左营旧城北门外的 那个拱城景 那它是我们国家 可以说是最平的一个古迹 现在已经稍微不太一样 然后有几张照片 都是早期1950年代 沿城地方的一些摊商 像这个照片是我们高史博 那个时候早期所拍的 这应该是1940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是市政府 市役所市政府的时候 然后这张是爱河旁边 以前的高雄州厅 日本实在是高雄州厅 战后是变成我们的地方法院 很可惜它改建掉了 然后这张照片是战后初期的高雄车站 就是大江坡那个高雄车站 其实大江坡这个车站 1941年通车 到战后初期其实人口 还很有限 要到后来 然后这张海报是我们设事百年里面 我们8月24号即将要推出的好事开奖 这是我们系列活动里面其中一个活动而已 那我想这几张照片 像等下可以看到这两张 这个是兵建 这是我们8月初的时候 去日本兵建博物馆交流 像这也是兵建 博物馆交流 我们把我们台湾的那种武师文化 带到日本博物馆去做展示 受到日本人非常欢迎 兵建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那像这个呢 这个是旗津 旗后山上的灯塔 旗后灯塔 现在还在 还在 右手边的是清代舰的那种方形的 左手边是日本时代舰 这是很有名的地标 对啊 在廉池坛的 每个人都知道的 那外国人一定会来的 喜欢的地方 其实日本的那种修阅旅行也会来 然后这是我们 大概1950年代中正路 我们使伯前面那条中正路的 那个时候的景观 我们使伯前面 以前有一个圆环 那这个是早期的那种渔船 渔船要入港的时候的样子 大概这是推荐这一张照片 其实在我们使伯的官网上 都可以查询得到 揪手脚 各位对我们以前的老照片 影像有兴趣 可以上我们使伯查询 也许在这些的记忆里面 是很多高雄市民 或是其他的移居到其他城市里面 曾经有过的记忆 是是是 高雄是典型的移居 由移民共同建立起来的 一座城市 所以当他有新的产业出来 就需要一些各式各样的呃工 从业人员 然后呃 产业进来 从业人员进来 他就需要住 就要吃喝玩乐 所以就形成所谓的内需产业 那城市就由这样的一个拓展 外贸跟内需产业 不断的来扩展开来 所以我们今年摄氏百年里面 另外一项活动就是会 筹设一个摄氏百年的特展 那我们特展的主题就叫说 是谁是谁 让这座城市长大了 因为我们刚刚是最早成立的时候 一百年前刚刚是成立 人口才四万多人 四万多人 规模很小 现在考考你有多少 这考数字跟历史学家考经济学家考 两百七十七万左右 所以成长了大概七十几倍吧 一百年来成长了七十几倍 所以也就是说一年成长快一倍 零点多 所以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这座城市其实它不是所谓自然的人口 不是自然产生的 不是自然产生 它是不断的移民进来 除了自然产生 它有不断的移民 还有包括县市合并是一个大转变 因为县市合并就把高雄县人口 纳入进来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高雄市其实我们在讲 它的这个变化在馆长你在记录的过程里面 有些什么是 你在考察的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 就是它也就是除了提到这个大家就觉得那就是高雄市 然后或者是提到些什么样的地标或是景观或者是我们说吃喝玩乐那就会想到高雄市 其实假如是谈地标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爱河跟寿山那这两个都是我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寿山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来高雄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高雄的那个河岸边不是有两个水泥柱然后中间一个链子 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他们台北的老师跟他讲你来到爱河来到高雄你知道什么是高雄的爱河流域 他说你就注意看这两个柱子加一个链子如果这个地方到哪里 他都是属于爱河的县 哇我那时候其实我这一个住在高雄的人居然一个台北的朋友下来玩的时候跟我讲这件事情 对其实爱河就是最精华你刚才就是爱河最浪漫精华的地方就是用那个那个铁链然后 然后阻止一个让人家感觉是那种空间有那种舒缓感那个是从日本时代就开始做然后到战后 那他的他的精华区最浪漫的地方大概就到今天的建国路路桥那个地方建国路桥 那建国路以北基本上在以前就不会被界定为就主观的界定说那里是爱河 过了建国路桥以北虽然是爱河可是已经不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很有趣的就是说其实那个地方以前叫中都聚落中都 然后那个地方以前其实河岸并没有到了战后1960年代7年代 其实那个地方河岸还没有整理也就是还没有整理像中下段那个地方那么的那么的样子 然后好那我就稍微提到说我读书的年代我读我大学研究所都是读成大 那后来就通车 通车的时候都因为还算蛮用功的 所以都很晚才回家 我都坐火车回来 那我印象很深刻 读研究所的时候读书读得很累了 坐很晚的车子回来 然后经过那个建国路桥 那时候火车还在跑 火车递消是这十来年的事情而已 因为火车还在跑我往北边看就是还不是爱河段的那个地方 哇怎么万家当火 那时候好心动 因为我们这种读文的人都会比较天真烂漫 有诗意 不是天真烂漫是有诗意 那我就想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 因为我还没有开始研究地方史 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地方 我就许了一个愿 说假如将来我可以住在这么烂漫的地方 诗意的地方 一定很棒 诗意的 果然20年后我真的住在那个地方 那个等一下 好请问那个那个万家灯火那个地方是哪一区 就是就是中都 哦 就是现在的中都 现在的中都 就是说后来那个河安 靠近美美术馆的那个 还没到那里 还没到那里 就是中都不是有一个红桥吗 对 那个红桥那一段 红桥跟建国路中间那一段 以前还没有治理 还没有整理好 所以后来我去做访谈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 以前都有人搭房子在那边 就像河安里面有人家 就是河安的人家 当年他一讲 我就想到说 哦对啊 我学生时代往这边看 就看到那些 哇好烂吗 20年前的这个梦想 所以梦田 你种了一个种子 我种了种子 结果让我实现了 是是 实现了 我觉得好 很有趣 很有趣 所以我常跟 就是说很多人说 爱河是我们高雄人的母亲 是种 逐梦的地方 我就是在那边逐了一个梦 没有想到20年后 我实践了 而且爱河确实是 高雄的母亲 因为我们高雄 很多市民可能不清楚 我们每天喝的水 从哪里来 它其实是从高平溪来 因为高平溪的河床 比我们高宏市的市区的 那个水平位还高 所以清代就有一位朝景 就一个支县 就做了 因为之前地理知识没有那么好 没有人搞懂它 后来朝景来很了不起 它很快就搞懂了 所以就做了一条水墩 叫朝宫墩 很有名 然后往后 从日本时代以后 基本上高雄的自来水 工业用水 各种水 都是从高平溪来 然后最重要是 我们水有来源 一定要有排泄的地方 就像人一样 一定要有循环 那泄洪 泄水的地方在里面 就是我们的爱河 所以爱河 我对它的理解 它就像母亲一样 可以包容一切 包容刚好是 所有一切 包括干净的 肮脏的 所有一切 通常包容进来 然后经过转换 排入大海 爱河利不厉害 厉害 所以我想 这个阶段 为爱朗读里面 我们得到了一个 从馆长里面 告诉我们 爱这件事情 是无所不在 无所包容的 这个爱河 有了另外一个意义 我们稍后再回来 是 快乐大台棒 八九点三 快乐华当 九八点三 快乐配偶 九六点七 快乐红虾 九一点三 快乐台湾 煎菜不安 快乐连保邦 浓烟是火场杀手 火灾时向下逃生 楼梯没有烟时 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 楼梯若有烟时 请立刻退回到室内 关门并将门缝塞紧 阻绝烟雾 开门逃生前 记得先摸门板上方 侧温度 门板已有温度 或门外有浓烟时 关门塞紧门缝 再开窗 打一一九九九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 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儿子啊 早上邮差 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 欠费的行政文书 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 没有缴通行费吗 哎呦爸 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 是我们应建的义务哦 你赶快去申办e-tech 自动除职和电子账单 半位以后啊 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 以免受罚 查询通行费详情 可恰克服专线 零二七七一六 一九九八 或下载ETCAPP查询 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最快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谁有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谁有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节目再次回答爱妮的越来越有情 进行的单元是东西方出好菜 我是爱妮 听众朋友 我是爱妮 在我左手边访问到的事实不管能馆长 李沃环 李馆长 他从一开始 从他自己 从经济学 转到历史 然后呢 做一个文史调查者 文史工作者 然后出书 后来呢 住到高雄 所以一开始你都没有想要住在高雄 其实我是高雄人 可是我不是住在市区 我的老家在大辽 那算是比较相像的地方 可是就是因为读书 然后搭火车 或者是搭一些交通工具里面的 对高雄有了不同样的这个景象 所以你中了一个二十年发了一个这个念头 然后成就在那个环境里面 但是特别是你跟爱河更近 对 我现在每天都都会在爱河旁边散步 好像那边众多发展可不得了 很多的新的餐厅 然后他的一些建设 建筑也都很多了 对 提到中都我就要推荐一下 我们的中都专窑厂 那个不是已经 它是国定古迹 那目前已经完成调查 也是我跟成大建筑系的老师们一起完成 那目前在做各方面的意见的咨询 就是说未来这里要朝向什么样的活化方式 因为它那里的量体蛮大的 而且它的空间因为它是窑厂 所以空间比较特别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兼具就是说古迹的保存 跟未来的再利用活化 让大家都能够把大家带进来在这边活动 其实我们很期待 那这个还可以再烧吗 不行了 已经不行了 不行 因为目前有叫烧窑的就是剩下 大概南台湾只剩下九曲堂有一座窑厂还在做 对 那个还有实际在做 那我们中度专窑厂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只是完全是一个古迹的方式来欣赏 可是它的颜色很特别 很特别 就是专窑的颜色 是是 它本身以前就是主力就是烧红砖 对 叫阿卡廉 就是那个台湾炼瓦诸式会社 日本时代 然后战后唐荣变成唐荣公司 然后主工的是红砖 后来有烧耐火砖 是 工业用的 所以红砖是以前我们盖房子那种气的红砖 对 所以红砖会没落也是因为整个建筑 的设计已经改变了 已经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城市的发展 它的前因后果一直在演变 有的时候是一个经济体材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 而不是说它没有办法保存 只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做一些努力 一种维护 就刚刚我们讲 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 去到爱河 刚刚说这么美对不对 这个馆长的爱情 家庭等等都是爱这个 可是上段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它有包容性很大 爱是这种发展的 所以我们在爱河有一段时间都觉得爱河臭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臭是好的坏的都有在里面 然后这个也都是人所造成的 对其实爱河的问题以前 以前问题当然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那你说他都接受了 反而你骂他 对对对 那当然也有一些工业的废水 那工业废水早期比较 业主比较没有所谓的废水处理的概念 可是后来有了 也在推了 其实这方面改善是比较快的 现在就我的观察 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还是 是日常生活的这一些废水 只要他没有处理好就还是会 因为爱河就是第四低蛙的地方 所以他所有一切 我们特别是市中心这个地方的那些废水 一定会往这边排 对 整理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市民都应该 对 要好好的努力从自己的自身 去做一些修护 所以当然可能在爱河来讲才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啊 当然 那我们在想 这个设施一百年之后 接下来从八月九月十月十一十 总共到十二月嘛 对对对 那八月二十四 我们算是由我们史博开场了 暖身 不过是暖身而已 因为我们一百年前的市府正式成立 是在十二月二十五号 很好记 很好记 这个日子很好记 二十五号 所以我们史博 还有我们文化局的 比较大型的活动 都会放在年底十二月的时候 那从八月开始 我们每个月都有演讲跟论坛 然后规模也都蛮大的 像二十四号 我们是一整天的活动 上午就邀请中原院台事所的前所长 徐学基教授来跟我们主讲一场有关口述历史跟地方研究 地方史研究的一场 一场 一场 那个演讲 然后演讲完之后 中午休息一下 我们下午就有一个论坛 那个论坛是由徐老师主持 然后我们邀请 研究高雄的前辈 就是张守真教授 也是我高师大的前同事 他是高师大退休之后到文早 后来再文早退休 他是高雄学研究的一位前辈 其实在我一开始研究高雄的时候 一定要拜读他的作品 所以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 然后有一些想法这样子 所以我们请张老师主讲 短讲 我们论坛是采短讲式的 大概30分钟 然后我们还邀请了 不只是讨论高雄 我们也邀请李景旭 就屏东大学社发系的教授 李景旭老师来谈屏东 然后邀请戴文峰老师来谈台南的研究 都是南台湾的 然后邀请台北大学的洪建荣老师 来谈他们有一个山海学朋友 他们已经研究有一段时间了 山海学就研究台北那个地方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四位老师 五位老师一起来讨论 到底我们学界 对台湾地方研究的一个大方向 一些成果有趣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分享 是这样 而且我要先有一个小秘密 现在庆祝一百年 可是我们史博要前瞻未来 我们希望史博不只是一直在回头看 我们要往前走 所以我们都知道去年 AI就开始卷起了全球的风潮 所以我们史博也在今年开始尝试引进AI的技术 然后会在8月24号那边稍微有一点点小成果 来秀一点点 我们不敢说我们只是在尝试而已 我们先透露一下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 你们可以那天来我们史博馆来跟我们的AI做个互动 我现在安妮也没看过 所以这是一个先公开让大家知道 但我既然这个馆长讲到这件事情 是外贸已经稍微做时博馆的地缘 然后外贸稍微做一些更新 那如果我们今天假设 我们进到时博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左边 或是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休息场所 或是可以看到什么 甚至可以买什么 因为既然百年一定有一些东西 就是百年之后需要增长的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史博总共有六个展间 那下面四个展间就是长社展 那包括高雄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港口跟铁路 所以我们两个展间就是一个展港口 一个是展铁路 那都用比较容易看得懂的方式 像模型或是物件来呈现 其实很容易进入那样的一个情境 那另外一个展间其实是一个微电影 就是那个叫情境式的那种电影 大概十分钟 那内容大概就是很快速浏览 我们的高雄历史的发展 所以假如说各位对高雄历史 还没有概念可是有兴趣 就来那个展间稍微坐个十分钟 你大概知道高雄发展的一个脉络 然后另外一个展间稍微比较严肃一点点 因为它谈的就是高雄这座城市要发展 一定要有一个资源叫水资源 有水资源才有电才有一切 所以那个展间主要是谈水资源 刚刚稍微有提到了 就是我们的水就是从高屏溪来 我们其实我们高雄市人 其实都是供应一条水 叫做高屏溪水 溪水了解了解 所以我们在讲在大家来进入的管区里面 看到高雄市 我觉得高雄很特别 高雄市是不是 因为自我在想 它有山 有河 有海 然后还有港 对 山海河港 这个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福尔摩沙岛上 这样子最特别的地方 没有错 山海河港 我们还有一个岛 我们可以骑津这样外面 是不是这样岛 骑津 骑津 你有没有坐渡轮出去啊 对 这样这样算什么 现在已经变成岛了 对了 以前是半岛 那现在就是多一个岛了 对对对 其实提到这边 我就要再秀一下了 其实我们让各位安妮跟各位听众猜猜看 我们高雄市最难的边界到哪里 最难了 很多人都会说是陵园 对不对 高雄市 高雄市 没什么概念 你骑津吗 我随便猜猜 应该 银原比骑津更难 那事实上这是错误的 高雄最难的辖区其实是南沙群岛 很多人都不知道 又是一个岛 对南沙群岛东沙南沙应该听过吧 都听过 其实东沙南沙是属于我们高雄市管辖的 所以国境之南 我这边郑重的说 台湾的国境之南不是屏东 很多人都说是屏东 其实是错误的 台湾的国境之南在高雄 国境之南就在东沙南沙那个地方 好那我想听完了馆长这么精彩的告知 我们想很多的讯息内容呢 不断的可以从室博馆的官网里面去获得 最后一首歌曲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过的 彭佳慧所唱的《相见恨晚》 所有希望所有的人对高雄 你一定会觉得 我怎么知道高雄东西这么少 那就相见恨晚 今天谢谢馆长 我要补充一句 相见恨晚 希望各位对高雄一见如故 相见恨晚 是 谢谢 谢谢馆长 那期待我们有机会多多来 我们高雄伯 我们很愿意为大家服务 谢谢 谢谢馆长 谢谢安妮 谢谢各位听众 优优独播剧场——